卢拉访华的消息深深刺痛了美国的神经 他不仅在俄乌问题上公开怒怼美国和欧洲国家 甚至还积极推动了去美元化 用人民币结算的浪潮 第二个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位巴西之子卢拉的传奇故事 据外交部网站消息来看 巴西总统卢拉将会在4月12日开启访华之旅 而这次访华也是卢拉个人第五次来到中国的大地上 其实早在卢拉前两个任期内 他就积极的与中国达成合作关系 直接让中国取代了美国的地位 成为了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 但卢拉这一次访华也是经历了一波三折 他本来想要在3月份就来到我国 而突如其来的流感让卢拉不得不推迟了时间 我们都知道国家领导人之间的访问 不仅仅需要看访问一方的行程 还要看接待一方的行程 如果有事情耽误了访问时间 双方国家就不得不重新安排时间 并且还要协调好其他国家的外交工作 不过等到卢拉身体刚刚恢复 他就马不停蹄地重启了自己的访华之旅 从这里我们就能看出来 中国对于卢拉的重要性 虽然说卢拉并没有按照原定的时间访华 但他所展现出来的诚意是毋庸置疑的 本来卢拉是准备带着279人组成的代表团去中国 但他在上飞机之前 又在名单里增加了12名国会议员 要不是飞机坐不下了 我想卢拉还会带更多人来到中国 而卢拉这番操作不仅展现出了自己的诚意满满 也是向我国表达的歉意 有句老话说的后 不能只听其言 更要观其行 从这里我们也能看出 卢拉政府做事是非常地道的 除了卢拉在名单里添加12名国会议员之外 他还表示希望中国能够来到巴西做客 看来卢拉深知我们中国礼仪的来而不往非礼也 从卢拉对我国释放友好的信号来看 让我们不得不想起了卢拉曾经防美时遭到了羞辱般的对待 当时卢拉上台之后就受到了美国随口一说的邀请 而卢拉就这样相信了美国 他本以为自己来到美国可以好好谈合作 咱不说多吧 几千万的合作最起码可以达成协议吧 但没想到的是 美国却只愿意向巴西提供950万美元 好家伙 就这点钱来打发人走 要知道美国可以向乌克兰援助了上百亿美元 而面对巴西的项目 美国却只提供950万美元 实在是有羞辱感 而这次卢拉访华之旅除了给我们送上大礼 更是有对美国秋后算账的打算 卢拉能够率领这么多人访华团队不为美国的万般阻挠 这也说明巴西已经走在了正确的道路上 我相信卢拉访华的行动一定能够在南美洲刮起一片潮流 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争相想要来到中国 而我们的朋友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铁 当卢拉访华的消息传到美国耳朵里时 可把他们给气坏了 因为我国前不久还调和了沙特和伊朗的外交关系 这样一来美国就已经失去了阿拉伯世界的支持 而作为美国后话缘的巴西 此时也要来掺和一脚 这不是就是把美国往死了踹吗 而卢拉这次访华不仅抛弃美元用人民币结算 还在俄乌问题上狠狠地抨击了美国和欧洲国家 随后便又开始赞美我国在国际上的做法 虽说这有股彩衣捧衣的味道 但听起来确实解气 那么卢拉作为我们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是怎么书写了属于自己的传奇之路 1945年 卢拉出生于巴西加拉尼温斯市的一个平民家庭 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卢拉从小就出去务工 帮助母亲补贴家用 而他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替别人擦鞋子 但因为贫困的家境让卢拉不得不在14岁辍学 随后便进入到了工厂里进行着流水线工作 然而贫困但不是向上的精神造就了坚强而富有同情心的卢拉 后来卢拉受到了自己共产党哥哥的影响 他决定投身于工人运动中 1964年 当时巴西政府被军人政府推翻 而卢拉则是带着自己的支持者投身于反抗军 随后自己便成立了第一个工会 1972年 年近27岁的卢拉已经成为了拥有10万公民的会上 此时卢拉已经在反抗军中慢慢开始展露头角 1983年 卢拉与自己的政治伙伴一起创立了巴西最大的工会组织 巴西工人统一中央工会并在1985年期间推翻了巴西军人政府 而卢拉也因此被称为巴西的卡夫特罗 从1988年起 卢拉就开始竞选巴西总统 但因为他从小对知识的匮乏 再加上兵演不足 卢拉最终落选了巴西总统 当然 这其中的背后是也少不了美国的介入 毕竟美国可不允许自己家门口有一个左翼领导人 不过 这次的失败并没有影响到卢拉的决心 之后在1994年和1998年巴西总统大选 卢拉再一次输给了竞争对手 正如我们中国有句老话 吃之东鱼 收之丧鱼 卢拉这两次选举中大有收获 并带领自己的党派迅速发展成为了巴西最大的反对党 2002年 卢拉这次是有备而来 他从一个激进的左翼派变成了温和务实的左翼派 卢拉甚至还换上了西装和红色领带 一改往日的激进工人领袖 事实证明这次卢拉的改变是有成果的 而他也最终成为了巴西新一任的总统 巴西总统卢拉能够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他到底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 2003年 卢拉刚上任就迎来了一堆烂摊子 因为当时的巴西饱受俄罗斯阿根廷等国家的金融冲击 国内不仅物价上涨 就连国家经济也开始直线下滑 有些巴西人民甚至连饭都吃不起了 很难想象巴西作为一个南美大国 竟然沦落到如此地步 而卢拉也是在演讲中发誓 自己将会让每个巴西人都能够吃上早餐 午饭和晚饭 为了实现自己的诺言 卢拉推崇了零饥饿计划 政府会为贫困人群发放粮食券 以满足他们最基本的生活需求 并且还会为这些贫困人群创造就业机会 这一项向政策的颁布成功使巴西贫困人数减少了19% 而卢拉也是凭借着这些利国利民的政策 成功连任了巴西总统 除此之外 在卢拉执政这几年期间 中国成为了巴西最大的贸易国家 而卢拉也明确表示 中巴关系将是巴西最重要的事情 然而在2014年 卢拉却被戴上了贪污腐败的帽子 直到2021年 卢拉才证明了自己的清白恢复了自由之神 此时的巴西在婆索纳罗的统治之下越走越远 不仅让巴西的经济直线下滑 还毫不关心巴西人民的生活水平 卢拉也不忍心巴西继续贫固下去 于是他不顾自己77岁的高龄 宣布自己东山再起将会竞选巴西总统 2023年1月 卢拉再一次登顶权力的王座 虽然他已经老了 但那颗炙热的工人之心 却永远为巴西燃烧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你对卢拉有任何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